品牌相机我都用过呀 松下的成像确实令我非常难忘 确实技高一筹 松下的影像水准确实高于加能 高于索尼 高于尼康 高于莱卡 高于富士 那翻译过来 松下现在就是第一呀 就是最牛叉的相机 但是松下这些相机做的没有档次 没装逼 没搞别的斜的歪的 朴实无华 好用耐用 效果好 价格低 我们作为购买者 作为摄影人 我们还要什么啊 我们心目当中最梦想的相机 不就是这样吗 又便宜 效果又好 功能又全 素质高 售后无忧 其了 你还要啥 是吧 所以说 还没买松下S2代 或者松下S2代X的 还没有从别的相机品牌 换到松下相机的营友们 行动吧 尽快换到松下 玩松下 用松下 拍更好的照片 拍更好的视频效果 拍最真实的影像感觉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的厚爱 感谢大家支持 有什么不同意见 或者相同意见 欢迎评论区留言 支持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出了一个镜头 但是 佳能R23和佳能R5的相质 包括色彩科学成像特征来说 还是佳能R23的影像效果 素质水平最高 在它的后续机型没有发布之前 R23和R5的主要关系就是这样 包括它的成像的这个 结像的紧实感 立体感 色彩科学 和镜头的匹配效果等等 都是R23更好 包括R23的高真频拍摄 也比R5更厉害 而且R23呢 如果用好一点的卡 也不存在死机 也不报ERR 佳能R5这款相机呢 是一个问题相机 从它的这个发布到后来 一直到这 第一个是它的发热 这个大家最诟病了 它不能长时间 无限时的录制视频 第二一点 佳能R5经常莫名的死机 或者说 报这个故障 ERR爆故障 这是佳能公司 一直解决不了的 普遍性问题 还有就是佳能相机 这个高昂的价格 也是现在佳能相机 确实这个 的主要问题所在 所以说 佳能R23和佳能R5 这两个相机 到底哪个好 佳能R23 但是如何选购 那要考虑你的使用情况 和使用需求 然后决定到底是买 R23还是R5 你只追求好 那毋庸置疑 佳能R23更好 那么你追求你自己 想要的这个需求的话 你使用的这个需求 还有你到底干什么 用这些综合考虑来说 那你需要R23还是R5 要根据需求最终决定 所以说R23和R5 到底谁好 慕容之一 R23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这些秩序规则的产生 实际上有很多人不讲理了 尤其 可能这句话不太友好 有些年轻人 小小的年轻人 他们靠的就是 无下限和平规则 社会规则 家庭规则 男女规则 还有等等规则 法律体系在去生存 无下限的 这个靠规则生活 而不是靠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讲道理 讲义气 讲信用 讲诚信去生活了 可能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呢 处于一个女性主导 社会价值观 女性太多 造成的一种社会秩序 形成了一种靠规则生存的这种现实 那么我们作为原来讲道理的这老一拨人 做事情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这一拨人 我们其实也要适应现代的生活节奏 我们也要了解社会规则 生存规则 平台规则 等等 规则的这个遵守和利用 不能靠 讲理 去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买卖关系了 所以说呢 我们必须得明确的熟悉 掌握各种规则 然后进行生活 进行交易 这也是一个教训 这也是一个教训 所以说呢 明确了这个之后 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能把自己的财务安排好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靠规则 不是靠讲道理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这个 大力支持 和对松下公司的这个贡献啊 这个镜头能让我去试用 和体验 也是一个对营友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我个人其实不喜欢做测评 我也不喜欢怎么着 而且这个镜头与松下公司 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啊 咱这个 我这个影响力 还没有达到能松下公司 能请我的这个地步 啊 所以 我不需要努力 我也不想跟他有什么挂格和合作 我要买这个镜头 可以说对我来说是不用吹灰之力 我为什么没有买呢 是因为我现在 真的 没有充足的时间 使用这些优秀的镜头 因为我现在大家知道 我主要是看我闺女看孩子呢 所以说呢 只能挤一点时间出来给大家拍照 给大家看他的效果 给大家把它弄清楚之后 大家在放心的购买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和陌生感了 我先给大家 试用 体验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 收看 但是还是优先选择 大三元和一些比较好的良心的镜头 2410570300 这种镜头 其实是不错的 算是松下公司早期 比较良心的研发出来的一些好的镜头 现在我觉得他这些 比如说像 100 2.8和28200 还有2060 这种镜头呢 我觉得他主要是为了追求他这种 比较小巧的这种东西 可能反而会受到一些制约 所以说呢 他的水准 成像水准 不会太高 所以不建议推荐 不建议购买 28200这支镜头 就是我做的第一期节目 老头乐 大家尽量的 别二次购买 比如说你 这个你买完之后 你肯定要卖掉 卖掉之后 你还得去买那个 别的镜头 所以说像28200这种镜头 你根本从一开始就不要考虑 直接选择24105或者2470 70200或者70300 这类镜头 还是比较靠谱的 所以说像这种大变焦比的镜头 只适合一些摄影爱好者 或者说想摄影的人 想象摄影的人 选择他 专专业摄影 稍微专业一点的爱好者 就别交学费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不管是从价格上 从性能上 都是不招人待见的 哈哈哈哈 那比如说 你这车开着也舒服 驾驶感也舒服 你配置也高 你价格还便宜 是吧 你还都是以电为主要推动力 那你肯定给人家造口舌了 尤其是那些油车大佬们 各种无数的办法想着黑电车 前两天看了这个老罗的一个短视频 老罗抨击这帮人 跟我的见解完全一模一样 连一个字都不差 我说电车好的历史 已经能追索到五年前了 五年前 我就反复的抨击这些油车 被包养的这些油车博主们 集体写文章黑电车的这些人 我都批评过他们无数次了 因为我明知道这些人就是被包养的 被油车的这个车企 包养的写黑文章的 最早的时候写这个电车的黑文章 就是说换电的时候得买一辆车了之类的 然后电车把这问题解决了 终身三宝 然后呢黑的没法黑了 最后黑电车已经黑到无法黑的时候 上海一个哥们是怎么黑油车呢 怎么黑电车呢 说电车开久了腰疼 那我想那你那个油车开久了腰不疼吗 特别的奇怪啊 你说这都是什么样的言论呢 是吧 所以说黑电车无所不用其极 特别好玩的社会现象 特别好玩的社会现象 关于方程报报五 不受人待见 这期节目就说到这儿 欢迎评论区互动留言 长期主力使用的稳定器选择 价格也非常的亲民 重量非常亲民 稳定效果是最新算法 相机兼容 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主流相机 像索尼 佳能 松下 尼康 富士 都能完美的使用这款稳定器 需要了解更详细的VB3稳定器 我们可以直接上智云的官网 或者智云的各种平台的官方旗舰店 进行进一步的详细的了解 购买 我个人主要是做一个开箱视频 进行整个细节的实际发现和实际感受 在以后的这个视频当中 我将会介绍 智云 VB3稳定器的使用方法 和我平时用它拍摄视频素材的影像 给大家看 给大家参考 便于大家购买 使用 非常优秀的智云 VB3 这期开箱节目就到这儿 如果谁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想买它 或者想了解它的所有的细节 包括价格 做工 质量 稳定效果等等 评论区 互动 留言 提出 要求我 一一满足到家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感谢 收看 送回来 又甜 拜拜 我这还有棒棒糖呢 行 你先咱们去 你的棒棒糖分享给他们吗 分享 回头咱们去那儿 分享 诶 这分享不着呀你 分享不着 见不着影哟有面 是吗 好的 所以说呢 松下镜头的命名法则 就是S系列 X系列 R系列 和E系列 大家现在就明白了 相机镜头的命名法则 就知道你手里边的镜头 为什么称之为 拜拜 嗯 SE系列 和SS系列 和SR系列 还有SX系列 所以说呢 呃 拜拜 哎 我想吃个小山羊嘛 好的 你不是刚吃完糖吗 还想吃 还想吃 嗯 那 行 那好吧 尽管这个羊包了吧 好不好 嗯 嗯 这个糖是什么颜色的 这个糖不包了吧 不包了 那你拿着吧 拜拜 嗯 这个 这个里边呢 还是 行 放是这样放 这样打开 插进去 打开 嗯 这样 好的 呃 大家明白了 松下相机的镜头命名 法则之后 也就没有什么疑惑了 嗯 可以好好拍照 可以选购自己想要的镜头和系列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 收看 任何一个相机品牌的钱 所以我做的节目都是真实的 完全真实的节目 有的人说了 你还不够格拿其他相机的这个钱呢 这个够格不够格不是咱们营友说了算啊 不是咱们营友说了算 也不是谁说了算 相机品牌会有一个中和的测量啊 我在这儿郑重的跟大家说 我不差钱 我也不想拿哪个相机品牌的钱 说不好听的话啊 不差钱 嗯 相机我都随便能买全系列的相机和镜头 哎 我也不想让什么相机厂家送我个相机和镜头 挖八千块钱的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叫个事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不愿意被别人招安或者收买啊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追求的是自由 哎 我追求的是我自己的感觉和真实 我不想拿别人的钱给别人做事情 啊 我想怎么说怎么说 任何人都不能约束我的这个见解自由啊 见解自由 所以说呢 相机类节目 相机的到底是优秀还是不优秀 要看这个做节目的人 他的身份 来卡相机和松下相机是我个人现在留下和使用的相机 最好的成像最舒服的还真的是就是松下相机 虽然他对焦不行或者其他的不行啊 但是他的成像水准还是挺高的 这个是毋庆应 这个是毋庆应 所以说 不管是说他好还是说他不好 都是理性的分析 并不是吹或者黑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这是完全不可取的 特别不可取的一件事 为什么不可取呢 就是说你蹭拍这个东西有有何意义吗 尤其是别人在拍照的时候被蹭拍其实是一件 非常侵犯别人正常活动或者正常工作的行为 所以说这种行为是特别的不礼貌 我在这倡议和建议大家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出外游玩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去做蹭拍这种事 蹭拍这种事 我个人对蹭拍是深恶痛绝的 不是别人对我有什么侵犯无所谓 我主要觉得这是一种无脑行为 这是重重之重 其实蹭拍也没有什么 蹭拍也没有什么 但是我觉得主要是蹭拍呢 显得特别没水平 原来我还带徒弟 我徒弟有时候去跟我去公园 偶尔也会蹭拍别人的现场 我非常的讨厌 我给他们严厉禁止 我说以后这种事永远都不要干了 永远都不要去蹭拍 为什么呢 蹭拍啊 他与你有关系吗 你咔嚓按那一下块门有快感吗 还是怎么着 是吧 而且拍完了说不好听的话 你蹭拍完了 他角度啊 他的这个姿态啊 他的整个人物感觉啊 什么他与你没有什么关系 你蹭拍这一下 按这一下块门做这个行为 只是令人生厌 没有其他任何任何的好处 啊 为什么不自己去导演 自己去构思 自己去进行非常好的创作拍摄呢 而要蹭拍别人的拍摄现场 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 当然了我也不理解这种思维和性格特征 啊 有些人说我看那好看 我就拍了一张 好看的东西多了 都要去拍一张吧 没有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所以说呢 在这儿我建议和倡导大家 不要蹭拍 这种行为令人非常之讨厌和厌恶啊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汉荣啊义中天那种的 都是一千万粉丝 几百万粉丝 他们都怎么宠 宠得过来吗 所有的所有的这个粉丝都问他问题 跟他提问 他能动能互动的过来吗 再说了 他们都做点有价值的事情 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生活怎么提高呢 他跟这粉丝这互动 好家伙 他上哪收入去 占用着大量的时间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也宠不过来呀 所以说呢 每个人做一名粉丝 你值不值得博主去宠你 他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做粉丝 不要做的牛逼轰轰的 哎 又有什么事 好像要威胁博主似的 哎 这种人 没必要 你觉得他好 你就关注他 你就当他的粉丝 他有可取的地方 你觉得这人不怎么样 你直接不粉 他不就完了吗 你像我不喜欢的节目 我全都敢 点 点一下 不感兴趣 或者 有些人说话不礼貌的 我直接都拉黑了 从不留情 从不托尼多爱带水 是吧 不管是做节目 做论坛 还是混现在的平台 其实最终不都是 第一是生活 第二不就找个心情愉悦吗 尤其像我这种人 也无所求呀 是吧 有什么可求的吗 就做节目 一天挣个块八毛 这不有病吗 我跟我闺女每天至少消费好几百 每天都得这样 这也不差 不差这点东西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喜欢松下相机的人 喜欢佳能相机的人 喜欢尼康相机的人 都可以和我来交流 喜欢莱卡相机的人 是吧 比如说这些相机咋都有 这都是我自己的相机 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相机 不是别人的相机 是吧 都可以和我来交流 友好的交流 真诚的探讨 一律欢迎 但是你谁要说 有什么事 还拿着我审问事 或者说 有些人说 啊 我问你个问题 你这怎么着 是呢 有意见 有意见 那你就离我远点 我最不喜欢 对我有意见的人了 我就喜欢爱我的人 我也会爱他 但是总觉得我欠他什么的 这种人离我远点 我特别不喜欢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收看 视频追焦能力 确实有所提升 那么在乎对焦性能的人来说 有先选择松下的S5二代 那么第三点区别是 如果你以拍照为主 选择松下S1H 如果你以视频拍摄为主 选择松下S5二代 这是他的第三个 购机需求的变化 那么第四个 是你 你是一名非常资深的 高端的摄影师 那么你一定要选择松下的S1H 如果你是初级的摄影爱好者 入门级的摄影师选择 那选择松下S5二代就可以了 这是在专业程度的区别上的选择 这两款相机到底选择哪个相机 所以说哪个相机好 跟你购买哪个相机 它还有不同的理念需求 买相机要考虑的是 你的使用偏重点和你的使用需求 还有你买相机的时间段 那么现在买松下S1H呢 相当于基本上抄底 买一个顶级的旗舰级的视频和照片 和合一的顶级水准的相机 而且这个相机经过奈飞公司的认证 它的视频效果和照片效果超级强悍 但是它的性能呢 不算太优越 它不是一个快拍级的相机 也不是一款视频追焦能力超级好的相机 所以说使用松下S1H拍摄 需要有一定深厚的扎实的摄影基本功 加持或者专业级别的摄影师选择 一定要选择松下的S1H 而不是松下的S2代 因为松下的S1H和松下的S2代 这两款相机我个人都有 还有莱卡的SL2S 那么这三款相机最值得购买和最值得拥有的相机 实际上是松下的S1H 那么如果你是一名Vlog博主 或者说视频工作者 追求高强度的工作 或者说婚礼婚纱的这种跟拍 还有一般生活的日常探店等等的 那我建议你选择松下的S2代 毕竟比较小巧 轻巧 好用 方便 所以说你一旦追求成为一名专业级别的摄影师 和专业影像的追求者 一定在这两个相机之间选择松下的S1H 那才是王者 那才是王道 到底松下的S1H好 还是松下的S2代好 这期节目给大家说的非常详细 明白 如果还不明白 评论区 留言 探讨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你最后一旦买了 你最后一旦下的 你最后一旦想要的这些人的帮助 但是你内心渴望的那些所谓的帮 想让那些帮你的人的那些人 最终都是远远的躲着你 是吧 当你有一天所谓的稍微成功的时候 这些不曾帮你的 你想让帮你的这些人 反而对你意见最大 因为他们都根本就不想让你成功 你一旦说你有钱了 你成功了 就像我前一阵做过一个节目 我买了一辆车 没有任何人问我一样 是吧 你付了 贝利里传的都是对你不太友好的话 你过得很成功 贝利里都说要